今天早 已經有些地方出現29 接近30度了 現在是南部地區比較熱一點 台南 高雄都是29度 台北差不多了 也28度了 而且太陽出來之後 大概這一兩個小時 全台各地都有機會升到 30度以上了 甚至這兩天來講 夜裡頭都還是覺得有點悶熱 天氣實在太穩定了 所以熱的感覺 可能還會持續個兩天 甚至是到三天左右 要到這個星期四 晚上 今年第一道 秋天的封面 開始影響之後 北部 東部 才會稍微比較降溫一些 我們來看看這個封面了 來 衛星雲圖 目前封面還是比較北邊 還沒有靠近 所以影響台灣的天氣系統 還是太平洋高氣 太平洋高氣 持續的帶來穩定的天氣形態 水氣沒有 不太下雨 所以溫度也就節節的升高了 昨天剛剛提到最高溫 嘉義35.8度 昨天的台北35.5度 甚至今天預測36 37度 比昨天還熱 所以昨天已經覺得 受不了的觀眾朋友 今天多喝水 做好防曬 選擇輕薄透氣的衣服 但是星期四晚上開始 封面就會開始逐漸的靠近了 大概北部 東半部 會開始出現一些 秋天下雨的狀況 溫度的部分 在星期五 星期六 北部 東半部地區 也有機會降3到4度 終於稍微比較舒適一點點 但不至於到冷 因為降3到4度 白天高溫 其實還是有30幾度的 但是夜裡頭 就會稍微比較微涼一點了 但中南部 接下來看起來天氣變化不大 還都是多雲道晴 穩定的天氣形態 而這降雨的部分 剛提到今天還是有一些 午後雨 就是今天的雨區預測 但其實整體看起來 雨並不多 大概就是山區的一點點 以及高平地區 在接近山區的平地 有一點下雨的機會 就像昨天 其實真的只有南部地區 中午過後一點點的雨勢而已 幾乎不怎麼下的 也就是因為不下雨 所以空氣品質真的很糟糕 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空氣品質 以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還好 比前兩天好一些些 還有一些綠色的指標出現 但是提醒大家 特別是在中部地區 跟雲家南中午過後 除了懸浮為例之外 臭氧也開始升高了 所以中午過後 提醒中部雲家南的觀眾朋友 建議你外出 特別是過敏體質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記得戴口罩 今天是在橘色提醒的一個 範圍的量值當中 對過敏氣喘的觀眾朋友來講 不太健康 最後天氣停看廳 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好猛好猛的秋老虎 今明兩天 台北都有機會上海37度 台北之外的地方 平均是35到36度 紫外線過量級部分地方 還有可能來到危險級的 所以防曬 然後另外空氣品質就是口罩 很麻煩 最近好像要注意的事情 特別多 看起來星期四 秋天的封面開始接近之後 北部東部才會有些變天的狀況 只是這一波封面其實並不明顯 所以你說真的要有那種 很涼很涼的秋意 可能還要再等一陣子 以上是最新的天氣訊息 把時間交換給主場囉